我告訴你 人到中年 最冷大煲就是這些感情問題 女人亦是一樣的 你不要以為女人沒有事 我告訴你 筍哥 人到中年 女人最忌諱是甚麼呢 第一 你那個女人已經見過了 對男人已經沒有什麼fantasy 可能以前說 怎樣的呢 怎樣的呢 都沒有什麼fantasy可言 你回到家又要照顧老公 最慘的就是照顧老公 照顧老公 不但照顧老公 香港 或者全世界 我這樣說 男女 有沒有分尊卑公不公平 我覺得有些事真的不公平 家務 全世界女人都要做 雖然男人有很多東西分享 但基本上 我們那個社會架構 都覺得女人應該做 現在我做家務是做多一點的 現在我也是 照顧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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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一個女人 如果在家運了十年 你出來社會做事 突然有一個 你不要說charming 不charming 英俊一些 是你那個tape的 是你那杯茶的 沒有 即時糟糕了 還有最重要是那個男人 適合你 還有一個女人 她還會欣賞你 是啊 她令到你覺得 你是一個 失回一些自尊 覺得你是一個是值得欣賞的 你是一個公主 對 你是一個公主 對 這樣就糟糕了 其實在她的心目中 你自己看 我又沒有這樣看 我相信 在我們工作的空間裏面 我舉一個例子 有一個 我講過沒有 這件事 不知道 你沒有講過 這件事 你講過 大家告訴我 話說 我認識一個朋友 那個朋友是女生 那個女生 做護士 做護士的時候 那時候我怎麼認識她呢 ICQ認識她 ICQ認識她 我們有些術語 你一不講 就沒有人知道 一講就不知道 她透露我 原來她 一中學畢業 之後就讀護士 讀完護士之後 就結婚 立刻結婚 你想想她 她見到的男人有多少 第一 女人最能夠在男人身上 要求的是 好像你說的一樣 拾了一些的自尊 在當中反映到自己的地外 那她真的 十年結婚 你想想她老公 已經是做護士長了 總之 一年去幾次旅行 小孩子 已經十多幾歲 那些 家裡又不用你顧 上班又沒有什麼壓力 做這行 可做可不做 那老公就回來 就顧著讀書 顧著升職 一年跟你去幾次旅行 你說浪不浪漫 你浪漫 天天浪都死了 你都覺得很平民 那ICQ認識她之後 她就說 不如這樣 一齊 出來 吃飯 那 吃飯 也好 那我說 出來吃飯 一見就見到她 不差 真的不是噁心 你不要說 這樣噁心 真的漂亮 那我說 為什麼你這樣 其實生活很悶 我接觸的圈子 就是護士 護士的圈子很膽 就是 有沒有什麼衝擊 你看ER那些 騙救你 那些醫生 有空去吸病 吸她老母 吸病吸死 又有 你看牛醫生 就知道了 那些生活很枯燥 人家鄰居 人家上班 你鄰居 人家正在上班 你是病能感 你是病能感 你放下 人家上班 那她就說 那些生活很悶 還有跟先生也很悶 沒什麼衝擊 那她說 不如這樣 今晚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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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她回家 第二天約了出來 她說不如一齊出來聊聊天 你這個人也挺好笑 說話 挺瘋了 那她說過澳門 蛤?過澳門? 哈哈 不要啦 過澳門這些事情 說真的 你知道過澳門會做什麼 就是過澳門 難道你這麼醜情 第三次約我出來 那她為什麼不在香港呢? 什麼? 為什麼不在香港呢? 她說想玩兩天 我的嗎? 她說她老公怕A like 哈哈哈哈 我就玩兩天了 之後她有一次約她出來 真的上了酒店 她真的脫了 真的脫衣服的時候 我就暗著她說 不要了 我不是這麼想 大家聊天 或者我真的有點不舒服 我先走了 之後就沒有聯絡 有一天 有個醫生朋友跟我說 喂! 那次你不是跟我說得這樣嗎? 我說是呀 那個女兒是老婆 不是呀 那女兒進了某醫院的精神科 我說為什麼 原來她之後再去網絡 認識男生 認識男生 當中搞到感情一塌糊塗 那個男生最慘的是什麼呢? 真的喜歡她 那個男生還要比她 還有一件事 那個男生勸她放棄家庭 我們兩個一起結婚 那個男生真是 跳在祭地追求她 那她老公當然知道 知道就糟糕了 男人最接受不了一件事 是什麼呢? 你老婆和人家在床上 所以我每次回家之前 都打電話給寶寶龍 我現在下班 為什麼要這樣說 你有水 你要散水 難道我告訴你 我下班又怎樣 我多愛你 不過我想說 裡面有一件事 就是 你裡面留意到 這個女主角 當中她經常說 她的女主角 就是覺得很悶 要找些東西玩 你會留意 有時候在香港很容易 聽到身邊的人說 不如找些東西玩一下 不如玩一下 然後呢 玩些什麼 沒有啊 喝杯 然後說 沒有啊 看霧線 其實呢 或者去玩 其實呢 但是為什麼你會去玩呢 玩是因為門 那種門是什麼來的呢 我又想找些心理學家的說法 是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牌子叫2% 有啊 2%你知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 一個心理學家 都挺偉大的 叫馬斯洛 哦 馬斯洛 那他就是 馬斯洛 他最出名就是 講了人類的需要派構 發展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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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呢 就是覺得初階人 一定是滿足效果 然後就有 安全的需要 又有被愛的需要 對 最後呢 就是self-fulfilling 就是一個自我實練的需要 其實呢 去到 我們基本上在香港 基本上我們都滿足態 最爭取效果 就是self-fulfilling self-fulfilling 2%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馬斯洛 做過一個統計 是 這個世界 即是2%的人 可以做到self-fulfilling 這個部分 而做不到的人 就是我們樓下 以下的症狀出現 是 我們呢 暫時統稱 這個叫中年禮記 覺得是情感上出現問題 男人呢 就未必是情感上 是 成就感出現問題 對 人到中年一事無成 對 你其實看到很多阿叔 都變良態的 出現的時候 說話 不能說話 對 有沒有試過去柴餐廳 我試過 即是廚房佬 廚房佬呢 廚房佬是一門手藝來的 對 藝術來的廚房佬 即是做到門手藝的時候 其實個個都有兩三招的 對 不一定是很厲害 但是呢 他憑著兩三招 就坐到這個廚房 我就坐這個位置 對 我就不夠彩 對 我就歪了嘴 那呢 我有一次呢 在荃灣呢 有一間餐廳 嗯 吃煎蛋麵 這樣呢 他煎的蛋出來 很好吃 我臨走的時候 大廚庵去柴鳥 然後跟我說 嘩師傅 好吃 你真的看到他心裡變笑出來 即是那一下呢 就有成就感 但是呢 你想想 雲雲這麼多人 只是剛好我發現他的臉好吃 並且呢 他剛好在柴鳥屋 才有機會賺上去 對 其實南鷹的成就感很低 對 這個 現在都市人的成就感很低 比如說 你們做政府工的 對 等一下沒有說可以說有什麼成績 沒有啦 你不扔掉我的帽子也算是賺了 即是呢 其實呢 叫做 香港人呢 很麻煩的 不懂得欣賞別人 即是呢 我不是想吊交那個 什麼細J 什麼J 即是吊交我們說 我們的東西很悶的那個 Fans J Fans J Fans J 即我不是想吊交你 但是呢 我們appreciate人的時間太少了 即是呢 我們就當我們這個節目 其實我們不是為了你來錄的 即是我們其實 朋友經常都要見面 那聽一下 那我也要找些東西說 對 有些心動 即是no matter 所以你聽不聽我 其實沒什麼所謂 但是真正我的想法就是 這個 如果有些人呢 可以持之以教 我們已經錄了三年了 3年了 對 錄了三年 以後不停地把我的節目 都想做好它的時候 是 我們錄越長 講的內容越來越深入 對 是啊 那我們都不是一個 我們都是一個很普通的聲鬥市民 是 即是和你們面對同樣的問題 會有中年危機 會脫發 性無論 吳邪奇 老婆不喜歡自己 身邊的人去滾 有朋友會生 有朋友會死 有人會過世 這些等等的問題都圍繞著我們 是 那 就是我 我覺得 如果我們身邊的人 不懂得去欣賞 別人在做一些事情的時候 是 一味就是吹舞扣詞 哇 怎麼做那些事情 其實呢 只是你只會逼別人 越做越差 一直在做set 有 你在 地 哈